前幾天的時候 馬總統出席一場活動 被一名大學生丟輸抗議 而前民黨主席蘇貞昌說 其實這對照馬總統施政 也只是剛好而已 當然這句話說得很重 我們不僅也聯想到 這些政治人物在今生的紛紛擾擾 跟前世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一個糾葛呢 我們來看政治人物的前世今生 歡迎收看政治人物前世今生 今天不是帶我一個成功而已 旁邊這個就是精通密理的 詹惟宗老師 來 成功 大家好 多多實講 老師 說到前世今生 我們最近看到馬英雄 去學生丟輸 結果蘇貞昌就取笑說 又不是丟武器 剛好而已而已 到底他們兩個人 前世是什麼樣的關係 跟馬英雄的愛將 金輔蔥 結果如果沒想到以前出來豪哥 到底他們兩個前世又是什麼樣的關係 先說 找我就對了 從姓名的治理行間 就能盜出裡面的一些蛛絲馬 為姓名 聽我盜來好不好 這樣好 聽得好 姓名出現什麼問題 從他的姓知道 馬 前世就是一匹馬中之王 馬中之金 對啊 你改成他就姓馬了 你看他的腿長長是紅二跑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基因在裡面 金 輔蔥就是一個人 而且是人宗之王 帝王格局 至少出將入巷 蘇貞昌就是海中的一隻大魚 魚宗之怪 堪稱海怪 在魚宗之金 不得了的一個魚宗之王 即人 即人馬 即一隻魚 馬 有吃不完的草 又為人宗之馬 星性跟人性 馬性完全是融入在一起的 金輔蔥 善 水性 身很短 跟我一樣 無短身材 而且很多的田地 而且心思非常的細密 縝密 是一個善於心機的軍事家 跟戰鬥家 這隻魚不是河邊 是有貝殼的海邊 貝殼海邊 而且白天享受陽光 是一個具有靈氣的魚 非常可愛而慈悲的魚 他們三個冠軍 照後面這次不就創真久 創真久 不要亂講 有名啊 長長久 長長久 重點是真的創情故 為什麼 他肚子餓的時候 就帶著他的IG 到海邊去垂吊一下 一邊移情 一邊我們做絕食 這對魚的休閒活動應該啊 雖然釣到一個魚宗之王 魚宗之境 人魚大戰 拼戰了三天三夜 然後一大回合 魚 我終究還是打不過人 被收服之後 於是心中有莫名的怨氣跟不滿 累世的一種羈押 到金氏來 貴爆發出來 反彈 再反彈 老師我了解了 提示 他是人 人養馬 馬在人 錢是他養他 金是他報答他 故鄉的餘味 我想人養馬 我想人養馬翻 不是啦 我知道 老師你的意思就是說 以前這位人 金浮沖是這位人 騎這匹馬英雄這匹賣 是 結果他在河邊捉魚 去捉到蘇貞昌這匹魚 是 結果他是魚怪 結果他就綽綽給他打死 所以說他金生 馬英雄算來 賢金浮沖的恩賜 是 好 就這麼簡單 來來來 老師給他鼓勵一下 這個前世金生 如果沒有詹惟宗老師來這裡解釋 我在這裡成功 不能關路他們 不能去勾門睡 所以你這樣姓名解釋就很好 對 但是到底還有什麼政治人物的前世金生 有什麼淒美的前世故事 我們後世 政治人物的前世金生 後世才會記 是 謝謝 老師 感謝 請問一下 不過前世是什麼 鍋子前帶個子 子又是個子 子是老鼠 以前是 雙貓胎的老鼠怪 你是不是說過街老鼠 今天的燜鍋主題討論的是 連勝文頒到哪裡都不老百姓 那麼還有誰是做什麼都不老百姓 都錯的嗎 好我請教金蘭 就是說為什麼連勝文怎麼說怎麼做 都是錯都會引起爭議 那麼還有誰跟他一樣同病相連 柯P好像就比較不會 雖然很多人說他白姆 看起來 我們跑台北市場選舉 從來沒有一次看成像連勝文這樣 長期以來藍營都是遙遙領先的 我們做的民調沒有遙遙領先嗎 你們現在落後10個百分點 那是潛在的 MG149之前就落後10個百分點 一個月下來 9月10號打到今天快一個月了 好大概三個禮拜了 還是落後10個百分點 也就是MG149沒有下 沒有下掉 可是AIT說囉 他預估連勝文最後還是會贏 你看喔 這個主持人講的就是公道話 是AIG是美國人選台北市長嗎 AIG對台灣人的影響很大 就好像MG149跟那個402這個帳目 都一樣會影響這個柯文哲 從現在到選舉結束 只有打一個MG149 就打這個嗎 我問你啊 我們沒有打這個主軸啦 是他自己爆料 我們才真真 這是羅鼠磊爆的料啊 可是你們那天不是在 競選台上兩個人一搭一唱 那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你們一直講說那是羅鼠磊自己爆料 可是在那天開幕的當天 結果就是你 跟羅鼠磊對兩個人在那邊演 其他人 他演得不好 他拉小提琴拉得不像 其他的立法委員都乾搞念兩句就下來了 那你們那麼密切 那因為時間上的問題 後面還有很多藝人要表演 尤其黃國仁站的時間太多了 我看你28天 你還有演什麼樣子 就是啊 我們正在運籌帷幄啊 你們那演28天真的很不動 沒有啦 憲哥旁邊人加入了啦 行政團隊加入 然後立法委員加入 全面的清查台大四百個帳戶 全面去清查處理 因為你看看 當初MG149還有這個402帳戶 沒有上報查嘛 那這個就證明羅鼠磊的質疑 有可能是事實啊 那我請問這些網友 你們為什麼沒有追根究底 研究的精神去繼續追查呢 反而直於說 連勝文 網友看到連勝文都很不滿意 不是 你看那個問題是怎樣 剛剛開場新郎姐就說 這條經脈似乎還沒有那麼清楚 如果要問到是不是有洗錢貪污 我們是不是要請教 海曉其 我感覺說 今天連勝文會叫媽 我感覺剛好而已 因為他真的 改罵 不過真的可憐的是我中了 我也是說做什麼都不對 做什麼錯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生活優秀 你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 你可說清楚嗎 我現在已經說得很清楚 不是啦 我去用忌妒嘛 遭到大家那個忌妒 你當兵的時候也不是說忌妒 你當兵人家當兵就去當兵 你開個家尬去幹什麼 沒有 我現在我們說的主題 就是說做什麼錯什麼 你會不學陳漢典騎個腳踏車 去當兵就好啦 我也很欣賞陳漢典 騎腳踏車 但是陳漢典跟你一樣 有一定的毛病 都是MOTEL 那不是說情 那不是毛病 我們今天不是在說聲 我們今天說做什麼錯什麼 你現在講話稍微氣虛了一點 沒有 我又沒有做錯事情 我在騎什麼 對不對 我沒有做錯事情 這忍紅召妓嘛 但是法院已經認定了 你會真的 你現在不是說法院 我想請問你這樣 法院已經認定你召妓啊 法院就是太定了啊 召妓的不會跟他人家說明一下 你現在要來講 我會被你召妓 現在法院說判我敗訴 但是我就說 法院有時候不是正確的 他有可能誤判 對不對 蔡惟賢 這個是嚴重的誤判 尤其是郭子乾 韓國燒燙法這個事件 你看 韓國的法院竟然駁回他的抗告 駁回是很嚴重的 是連看資料都不看 直接就駁回 你看有這麼沒有水準的國家嗎 對不對 你說韓國號稱是高科技 第一名 還有這個 文化創意侵略各個國家 但是你沒有人文素養 這叫做一個國家嗎 對不對 而且還質疑人家說 他們五星級的飯店 不會端出這樣的電茶壺 那這樣郭子乾 他也可以說 他是台灣知名的藝人 他不會這樣去故意燙傷自己 來誣告你們的飯店 這我可以 謝謝蔡委員 蔡委員你也支持我 謝謝 謝謝 多謝 所以說我是去完翁的 我是被冤枉的 你還要不要救阿扁啊 你還要不要救阿扁 今天的民調大家講說 民進黨救阿扁救的不夠力 真的大家要救我爸爸 你看 我爸爸喔 他只是貪 怎樣 貪在那裡講 貪在那裡講對不對 我爸爸他是被冤枉的嘛 對不對 貪在那裡講就是這樣嘛 政治國愛嘛對不對 被看到現在 阿扁你看國民黨 今天立馬尾了 這些全這麼貪污的人 最盛確鑿啊 也是 看他看他藝術藝術放出來 我跟你講啦 對不對 你爸爸最好的朋友是陳唐山啦 陳唐山為了阿扁喔 去拜託誰你知道嗎 去拜託 馬英九的最好朋友 金普聰 跟他講說 你趕快把阿扁放出來 他說不行不行 為什麼 那個金普聰跟他講 如果放出來 現在馬英九的民調 會從9%變成4% 所以絕對不能放 這樣吼 所以說我感覺 真的很可能 你看我當時中也是 為替創一個妮可 對 陪害我 那個妮可是你自己叫的吧 2010年 怎麼會是媒體弄的呢 對不對 為什麼要叫妮可 為什麼不叫儀佩 對不對 為什麼不叫儀佩 這就是捏造出來 我們家永遠都有一些 千奇百怪的事情 總而言之一句話 就是你人紅召季 對啦 總之一句話 為什麼不叫安娜貝爾 為什麼沒有 他不敢叫 他一個沒阿媽 沒阿媽 對吧 那時候安娜貝爾 但是我要講了一句話就是說 結論 人紅 陳志莊招季啦 謝謝 好啦 先進廣告 馬上回來